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个重点词 就是我们说这个推理推断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在对面 Deduce 表示推理推断 往往是由某个东西推断出 所以这个词直接记搭配 Deduce A from B 由B可以推理推断出A B往往是一个线索,一个证据 由B能够推断出A 非常好记,我们经常说 Deduce effect from cause 这个effect是结果或者后果 cause是成因,由成因推导出 由成因推导出结果 由这个原因推导出 到后面会发生什么事 由后者推断出前者 那么它的名词形式 大家可以同时记住 出于翻译有变化 跟老师先大声读一遍 Deduction 注意不是deduction了 Deduction 好,它既可以表示推理推断 也可以表示得出的这个推理 或者结论本身 可以表示推理推断这个行为 也可以表示推断出的结论 或最终的推理结果 都可以用它 这是Deduce变成Deduction 跟它类似的有好几组词汇 比如说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是 这个词来 也是由B得出A的这么一个结论 推理出A的结论 类似 我们大声在里面 Conclude Conclude 也是由后者得出前者 这个结论 那么我们的名词形式 比较简单 是这么一个词 我们在大程度下 Conclusion Conclusion 这个名词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表示得出的结论 第二个也可以表示 事情的结束 表示事情的结束 但是这个始某式结束呢 这个搭配跟它就不一样了 这个大家回忆在新概念第三册的 第36课 咱们讲过 叫Bring something to a conclusion 叫始某式结束 Bring 带来那个词 Bring something to a conclusion 这是表示 使某个东西结束 所以Conclusion呢 可以表示结束 或者是得出的结论 如果表示得出结论呢 动词搭配就更多了 比如说 Come to a conclusion Draw a conclusion Reach a conclusion 等等都可以 所以Conclusion呢 表示结束或者结论都可以 跟它类似的 还有一个表示推理的 常见常考的词会 就是动词 我们再来大声来一遍 Infer Infer 也是由后者推导出前者 由B推理出A 我们可能在阅读真题中 常常会见到这么一句话 What can we infer from the passage? 我们从这段文章中 能推理出什么结论呢? 能推断出什么呢? 可以用它 它的名词形式 跟Deduction非常类似 也是既表示推理推断这个行为 也可以表示推出的推论 或者得出的结论都行 我们再来遍 Inference Inference Inference表示推理推断这个过程 或者表示得出的最终的推理结果 或者最终的结论都行 我们总结一下 本文中用的是Deduce 名词是Deduction 表示推理推断 或者得出的结论 Conclude 名词是Concluent 这个意思特殊 表示结论 或者最终的结束都行 Infer搭配都是跟From搭配 名词是Inference 跟Deduction 类似 表示推理推断 或者得出的结论 最终的推理结果都可以